范冰冰事件,明星的好日子到头了,多家影视公司宣布倒闭。 范冰冰事件已经有好几个月了,而事情的最后结果还没有揭晓。 最近范冰冰已经没有了踪影,网友猜测范冰冰被限制了人身自由。 该事件涉及的人员众多,其中包括很多的大腕大佬。 9位发文的冯小刚也与最近连续发文澄清事件与自己无关,网友纷纷猜测可能事件已经到了最后关头,冯小刚等人怕事情会牵连到自己头上。 中国经营报报道称,一名不愿据名的娱乐圈老板表示,受范冰冰被暴淘漏税事件影响,娱乐圈发生了一场大地震,除了明星工作室的税率从6.7%宣布为42%,政府已经要求明星们在10月交税。 报道说,除了暴露的星星,事实上,大多数艺术家都有偷税漏税行为。 歌手更严肃,前200名艺人和前50名电影公司都有轨迹的可能。 此外,受税率变化的影响,这个行业广为人知,一家影视公司无法帮助明星支付重税,宣布破产。 报道说,当星星过去玩耍时,大多数电影公司将与大艺术家签订合同,为艺术家纳税。 然而,新的税收制度需要6个月的纳税,很多影视公司的日子也不好过了。 但是不管怎样,最后出事的肯定不止范冰冰一个,后面绝对有很多的人,希望按键赶快水落石出。 登考来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